來看一下 飛東 飛東小園 幼兒園老師講故事 小朋友同言同語 但現在小孩越來越少 大人不敢生 因為不只養兒貴 教育更貴 園長手按計算機 繳費單上學渣費 活動費 材料費 點心 午餐費 零零總總加起來 一個月學費兩萬四千多元 因此隔魁賴清德 急著推動私幼公共化 你看這也是我們到行政院 那跟院長面對面溝通 那有關提到補助款 去年12月21號 那現在找來又叫業者開會 說明農曆年後 要推行私幼公共化 通過政府補助 讓私幼收費比照公立幼兒園 但不只經費打哪來 無差別補助也將打亂市場機制 我單憂 因為孩子就這麼少 現在才16萬而已 那如果你把它推下去 私幼方面何去何從 還是希望能比照大班一樣 四歲的孩子能補助 然後整個衍生下來 讓全國化都公平 那然後錢直接給家長 家長就有自由選擇 市長前一名承辦人員 在十二月二十號 跟政院開完會之後 回到國教署一次 意外太大而累撒辦公室 逼著國教署推新證 傳出會議上 政務委員零萬億強勢 意見很多 語氣也不好 沒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都是我主持的 我這麼和蔼可親 自由公共化是賴葵 驕傲的台南經驗 能否通用全國 尤其都會區的雙北市 備受之一 記者黃明鈞 邵玉銘 張開場全文 台北報導